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人生中有过艰难的时刻吗?我想应该不止一次 小到失恋的痛不欲生,大到身体疾病的曲折治疗 那些猝不及防的苦痛是如此轻易的 就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漫漫无眠的长夜 穆子是我认识五年的好朋友 对于他来说,2016年是他最为艰难的一年 先是因为和空降的上司意见不合 大领导为了顾全大局,把他调到了非常边缘化的职位 工资也降了20% 一气之下,穆子提出了离职 然而领导并没有挽留 紧接着谈了两个月的男朋友,喜欢上了别的女生 前一秒,还在满脸愧疚和穆子道着歉 转身就从裤兜里掏出了蠢蠢欲动的手机 和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穆子轻轻呼了一口气 瞪大眼睛想忍住难过 但还是在下一秒眼泪决堤 他哭着问我 为什么想好好生活就这么难 大概之前的生活太过顺风顺水 他从来没有想过 人生会有如此不友善的一面 我很想告诉他 所有的悲伤请交给时间 一切都会过去 但我知道他只会给我一个 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白眼 所以我和他分享了我的两个故事 在我并不丰富多彩的人生里 曾有过两次心灰意冷的时刻 第一次是考研失败 云人节那天接到复试结果 像是被老天开了个玩笑 彼时同窗好友 要么已被录取 要么就是找到了工作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愧对父母也无法面对失败的自己 整整一个月 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大多数时间都躺在床上发呆 直到五月中旬要拍毕业照 才兴趣自己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 于是重新振奋 开始去找工作 第二次是失恋 和谈了两年的男朋友分手 我那时在一家创业公司工作 996的工作模式 天天累得没有精力去难过 偶尔盯着屏幕 眼泪刚流下来 马上就有同事过来找你 商量事情 也曾整晚失眠 眼睛肿的跟核桃打 但第二天不能赖床休息 早早又得搭地铁去公司上班 就这样 过了两个月 我竟然也和从前一样 活蹦乱跳了 时间真的是最好的解药 我告诉木子 今天尽情地哭 之后请你正常生活 你要找新工作 赚房租 工作稳定了 可以认识新的男生 谈恋爱 你才25岁 有大把机会 或许对你来说很残忍 但任凭自己被悲伤吞没 并不会缩短你的愈合时间 只会让你白白浪费了 大好时光 网上曾看到过一个问答 遇到人生低谷怎么办 有人答 继续往前走 如果走不出去呢 那就多走几步 怕只怕你在原地打转 反复地咀嚼痛苦 无异于眼前 还耽误了以后 我高中有一个同学 和我家虽然住得比较近 但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家 记得有一个暑假 因为要约着一起出去玩 我就去他家里找他 他一开始有些不情愿 但后来还是让我去了 进了他家才知道 原来他妈妈有精神疾病 整个人常年处于一种恍惚之中 是不大认人的 家里的收入全靠他父亲做些零工 他奶奶七十多了 也和他们住一起 从我同学平时的状态来看 根本想不到他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 虽然觉得他有着比同龄人多得成熟 但还是被他的家庭环境震惊到了 看到我略显惊讶的表情 同学先是不好意思地笑了下 然后就招呼我坐下来 并提高声表 对他妈妈说 我同学来了 你看看 好看不 一下子 气氛轻松了不少 高中三年 他生活都很节俭 有空就帮着家里 捡些废品换钱 学习成绩也一直都很稳定 高考结束后 他上了一所外地的大学 而童年 他爸爸的腿刷坏了 奶奶也在之后的两个月 去世了 我不知道那段时间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只知道 他一个人去学校里抱得到 一个人打工 挣了三千块钱生活费 上了大学之后 我们很少联系 前年我正好在公交车上 碰到也要去赶飞机的他 他毕业后去了上海工作 经过几年的打拼 从最开始的职场菜鸟 如今也升到了财务主管的职位 他妈妈的情况 还是那样 时好时坏 爸爸的腿无大碍了 因为他开始赚钱 家里的情况 一点点变好了起来 我感慨地说 你那几年 真是好辛苦 他眼睛突然就有点湿润 但转而是一个非常欣慰的笑容 还记得我以前很喜欢 十指的那首 《相信未来》的事吗 当蜘蛛网 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 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 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相信未来 我们俩一口同声地说道 我爸那时候常跟我说 日子再难 咱也得好好活 尽管以前很不容易 好歹我们家挺过来了 当下的我 听到他这样说 只有感动和佩服 最近我一直在看一档节目 是央视经济半小时 推出的教育扶贫节目 每年的这个时候 都有一批寒门学子 虽收到了心仪的录取通知书 却因贫困 只能对着大学校园 望摇心探 一方面感慨于 他们的求学艰难 另一方面 也被他们的踏实上镜 和乐观所激励 深感这些小小的身躯里 竟然藏着 无比巨大的能量 尽管现实无比严峻 为了学费和家人的医药费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还没有踏入大学校门 就已经背上了几万 到十几万的外债 但他们对未来 依然充满了习气 并相信在困境当中 只要不放弃生活 努力走好眼前的每一步 终能迎来幸福的日子 看这些节目的时候 我总会想起我的那个同学 罗曼罗兰说过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 也许凡夫俗子如我们 很难做到用微笑 去直面惨淡的人生 但无论处于多么低谷的状态 至少可以像这些孩子们一样 做到不放弃生活 很多人喜欢苏氏 大概就是因为 他在命途多舛的人生当中 仍把每个今时今日 都过得快意淋漓 青年时期 父母妻子相继离世 随后又在政坛上 因为和王安石见解不同 被一路贬观 可是在他眼里 生活依旧是值得用心对待的 在杭州做探守时 他在西湖边 望着满堂荷花 卸下 水光恋艳情风好 山色空蒙雨一齐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 总相宜 于是西湖又多了个 西子湖的美称 某个初春时节 他漫步在山路里 遭遇一场春雨 别人都狼狈不堪 苏世却不躲避 而是拿着竹杖 穿着盲鞋 漫步徐行 豪迈潇洒 他的一句 谁怕 一所烟雨任平生 道出了自己心中 无限的感慨 官场仕途的坎坷和不顺 人世间的悲喜无常 风风雨雨 他已悉数经历 尽管来时路 是一片萧瑟和迷惘 但好在一直没有放弃过 对生活的感受和热爱 就这样 在一路的风雨中 也活出了别样的人生 如果他没有这种坦然的心态 我想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苏世这么多 最潇洒 才思全勇的诗词了 人不是生下来就可以有一颗强大的心 去回应迎面而来的苦难 就连苏世 在亲人相继离世后 也曾有过三年抑郁的时光 但是 我们必须去学习 如何忽略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或者说 去强迫自己 不受影响的生活 这样做 不是逞强给别人看 只是因为时间太过宝贵 不想浪费在自怨自艾和回味痛苦上 你今天因为考试失利 哀叹一个月 就有可能少复习几个下次考试的知识点 你丢了工作 整日混沌度日 也白白丧失了 学习新技能的大好光阴 抓紧眼前的时间和机会 用心过好今天的生活 才能确保明天的幸福 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连锁效应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 我也问过我身边的几个朋友 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 都是怎么度过的 有的人强忍痛苦 凭借强大的内心 照常吃饭工作生活 终于等到了 让时间风干曾经痛苦的时刻 也有的人当时 只顾钻扭脚尖 埋怨命运的不公 蹉跎了许多时光 如今后悔不迭 所以 无论再艰难 都不要停止生活 你唯一能够把控的 就是现在 而当下的行动 又决定了未来的可能 我知道 你也会难过 会觉得 挺不住了 但要相信时间 它会一点 一点的 带走你的悲伤 同时 你也要珍惜时间 在每一个困难的当下 都能 好好生活 以上是今天和你分享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收听读者 我们下期 再见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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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